现在我的孩子们被掌握在中国政府的手里 我不确定能否在我的有生之年再次与他们见面 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骨肉分离悲剧就发生在许许多多的维吾尔家庭中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在星期五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 中国的镇压导致维吾尔家庭陷入骨肉分离的噩梦 国际特赦组织采访了多位被迫与子女分离 流亡海外的维吾尔父母 并在报告中引述了他们的证词 这些父母根本不敢想象有朝一日自己的孩子回到自己身边 报告引述了生活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荷兰和土耳其的维吾尔父母的证词 他们称孩子被中国当局送往所谓孤儿院 报告建议中国政府终止所有限制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手术族裔 自由往返中国的权力的措施 关闭所谓的在教育营 并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拘押者 以及确保冬头决散的所有人都能定期与亲朋好友通讯联络等等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中美首次高级别官员面对面会谈在美国阿拉斯加结束 双方活摇为十足的唇枪舌尖引人注目引发各种评述 代表美国出席会议的是国务卿布林肯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中国的代表则是主管卫士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会杨洁琼和微交部长王毅 布林肯在会后形容对话是艰难而直接的 他还向媒体表示 双方谈到存在根本分歧的议题 包括东都决散、香港、西藏、台湾问题 以及中国在网络空间的作为 当我们明确直接地表达这些关切时 得到了戒备的回应 这不令人意外 具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政府正在限制军方 敏感行业国企和重要机关的工作人员 适应特斯拉的汽车 理由是担心这家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汽车 可能导致国家安全信息泄露 此前中国政府对特斯拉汽车进行了安全评估 中国官员表示 发现汽车的传感器可能记录周边位置的视觉图像 政府已经通知了一些机关 要求工作人员不要开特斯拉汽车上班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批准了中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国际货和客运道路协定 据报道 土耳其和中国交通部长于2017年5月13日在北京共同签署 土耳其政府和中国政府国际货运和客运道路协定 该决定已在官方公报上发布 该协定不仅明确中途两国运输车辆可达到对方境内或过境对方领土 还允许两国运输车辆从第三国进出对方领土的运输 根据该协议同时为专业驾驶员提供签证便利 总统埃尔多安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举行视频会议 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视频会议后 欧盟理事会主席切尔斯·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了联合书面声明 将在3月25日至26日的欧盟峰会前夕举行的会议中 双方讨论了去年12月峰会之后的事态变化 同时欧盟和土耳其领导人讨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会谈计划 东地中海局势和双边关系 声明说会议还讨论了包括利比亚和叙利亚在内的地区局势 双方就叙利亚难民问题交换了意见